防空 是个巨大的课题,围绕防空能展开太多的话题,今天就先单聊一下陆军的防空体系,陆军的防空大概可以分成两种,一种是整个进攻防御区域的防空,一种则是陆军特有的伴随防空,区域防空一般由区域防空导弹承担,例如我军的红旗16,俄罗斯陆军的S300V,美国的爱国者PAC-3等等,这些防空导弹, 按照一句通俗的话来讲,就是这一片都是我罩着的,一般与最外层的空军地面防空导弹体系,空军制空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,另一种伴随防空可就很有讲究了,从二战起,世界各国就将小口径防空炮搭载在坦克底盘或卡车上,用来伴随装甲部队前进,不论是大口径防空炮还是防空导弹,其收起阵地再展开都需要时间, 而自行高炮则可以边行进边射击,对空中来袭的敌军做到及时应对,除了对空,自行高炮还能执行对地打击,尤其是面对步兵,其高射速,大杀伤力,简直可以说是步兵的噩梦,因此各军师强国都很重视这样的伴随防空能力, 德国在二战时期从一号坦克改起,一路改装改造了很多种自行高炮,最著名的就是用四号坦克底盘改装的东风37毫米自行防空炮和球形闪电,自行防空炮,号称空中轻道夫,美军则用半旅带车改装了M16自行防空炮, 在战后还用M41坦克底盘,改造了M42自行高炮,二战后,冷战的威胁更是让美苏对防空更为重视,美军机M42自行高炮之后,又研制了约克中式自行高炮,在导弹小型化之后,还研制了复仇者轻型防空导弹, 英国和德国则分别研制了弓箭兽和猎豹自行高炮,其中猎豹自行高炮更是成为了伴随防空力量的顶级配置,其高度集成化了雷达、光电探测和两门35毫米高炮,几乎成了自行高炮的标杆,苏联更是执念般的疯狂推出各种伴随防空兵器, 从自行高炮时格勒河,到弹炮河一的通古斯卡,再到顶级的伴随防空导弹道尔,期间还有各式萨姆系列,如金花鼠、山毛巨灯导弹,前苏联将所有能搬上坦克底爬的防空武器统统自行化,可谓伴随防空火力不足恐惧症,相比于德军的猎豹,德军的通古斯卡, 我均限于认知和科研能力,在伴随防空上一直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亮点,70年代开始研制的37毫米自行高炮和更大口径的57毫米自行高炮,由于种种原因,不是生产数量寥寥,就是被迫下马,防空导弹就更别提了, 在红旗7量产之前,唯一的防空旅注意是唯一,其他的当时还称为高炮旅装备,的红旗61,其性能仅仅是能下护一下飞机而已,其后装备的四连装25毫米自行高炮,由于杀伤力问题,也并不能解决伴随防空的问题,因此,我均在伴随防空能力上, 直到最近几年PGZ07式自行高炮问世并量产了之后,才算有了靠谱的装备,再加上山寨自道尔M1的红旗17防空导弹,我均机械化部队的伴随防空问题,才算彻底解决,然而自行高炮,由于集成了大量电子设备和雷达,导致价格十分昂贵,因此各国各型号的产量并不太多,美国支持空军厉害, 就干脆抛弃了自行高炮,而我均却由于急需大量自行高炮,换装压力巨大,导致目前只有极少数部队拥有自行高炮,大量部队依然装备牵引式高炮凑合,这一局面不知何时才能改变,历任东风破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